那種辦法不但解釋了問題 而且社會是很難的 年輕人以為愈多錢 究竟少 很多問題判斷不準確 所以社會引導幫助 教育 另外澳門前發掌何超明 依然阿夫五千萬元被捕 是繼歐盟和當局 回歸以來最大的涉貪案 白志健說他的行為 有違中央和澳門人民的信任 中央都這麼信任 做了三任的檢察長 確實不應該 辜負了中央的信任 辜負了澳門人對他的期望 強迴社會需要反思 如何去完善制度 相信澳門政府和立合會 會吸取教訓 對於今次兩會會議 身兼全國印大代表的現任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 未有去到北京出席 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思喜就說 李剛身體有點不舒服 醫生要求他請假 確實不嚴重 然都有上班 又說沒有收到李剛會調到北京 加入任何澳門的消息 新電台記者一類事件在北京報導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會開會 審議高鐵香港段高鐵工程追加募款 他正司長國強說 一地兩檢安排 和高鐵募款並無關係 如果有具體方案 會作出耕待 學民規平財委會副主席懷勞 聚務裁減議員的議案 他們會繼續提出新的議案 爭取發言拉布 再次表決 立法會被處處 經營強調會議受阻 經營安排套備的開會場地 實際揮不動 一地兩檢這個問題 其實是在一個具體鐵路運作上的問題 最佳撥款的申請 其實不是因為一地兩檢所衍生 一地兩檢涉及一些比較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們仍然在上討 現在未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大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下午召開記者會 他們說還有多項有關高鐵的問題 未得到政府回答 包括一地兩檢的安排 工程新創本硬的處理 高鐵賺錢能力等等 擔心高鐵會成為無抵動 年年虧錢破壞英國梁濟及香港法治 公民黨梁家傑說 希望袁國強認清 是特首梁振英 將撥款和一地兩檢的安排套綁 他說一地兩檢必定要在西九搞 搞就沒有經濟效益 是梁振英自己將這兩個問題 所謂工程問題或應運問題 扣連起來的 若果一地兩檢正如我的分析 是絕對不可能在合法合議的情況之下 在西九斷行的 根本就不應該有這個公平 泛民有批評代為主持財委會會議的 副主席陳鑑林 裁定泛民提出的過千項議案 只有三十六項可以在會上提出 是粗暴的做法 民主黨劉華卿批評陳鑑林 潛建規則 裁減議員議案 一美配合行政當局辦事 令立法會蒙羞 如果他是想作為政府的傀儡 是只會摧毀我們財委會的獨立性 以及公信力 他真的會成為罪人 法民會議表達人何秀蘭就說 他們會在會上重提被裁定不合乎規程的議案 並且即席提出理據 說明議案和部份相關 至於會不會再衝出主席台 何秀蘭就說 特法就是特法 不會事先張揚 公民黨新任議員楊岳橋就說 由於他仍然未走高鐵提問 認為陳鑑林應該在他投票表決部份之前 給機會他提出質詢 他會在會上爭取提問機會 配合民主派的集體行動 商業電台記者陳鑑林匹佛道 英國經濟學人公布最新調查 新加坡成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香港排名上升7位 同瑞士蘇黎世並列全球第二 第三至第十位 這次是日內瓦、花黎、倫敦、紐約 科幻哈根、首爾及洛杉基 中國內地的城市中 上海的生活成本最高排在11位 最後這次是深圳、大連和北京等 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的話 在日日排大中商品價格下列作為貶值 更非原政治不確定性因素增加下 一些城市的生活成本增高 過去一年裏面 133個接受調查的城市中 之後8個計排名保持不變 這個萬間新聞專輯報道券 一宇重敵 雷霆八八一 午夜12點32分 海天堂清感查提提你預防勝於截廟 天氣報告 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 多雲有幾陣雨天離寒冷 早上最低氣溫約9度 高地在低幾度 最高氣溫約12度 吹清淨偏北風 初時靈魂及高地間中吹噴風 天離自望 星期六早上天氣寒冷 下週蒼燃現清涼及有幾陣雨 寒冷依時警告燃性生效 天氣寒冷可能影響健康 市民應小心保暖 現時氣溫10度 相對濕度86% 海天堂清感查提提你 流感高峰期預防勝於治療 財經Online 歐洲央行出重權刺激經濟宣布減息 指標在融資利率降至零水平 存款利率下調至0.4厘 隔夜拆息由0.3厘調低是0.25厘 歐洲央行同時放大量化高鬆股市 每個月買債規模 由現時的600億歐元增加到800億 同時非銀行機構 在歐元區發育的投資級歐元債券 也都會列入常規的扣債計劃 這央行又決定 在資資年期 盡行長期的再融資操作 借貸利率 參照歐元區隔夜存款利率 手段操作 計劃在6月實施 另外 比獲上星期經貴節性調整的 新生生命失業的救濟人數 下降了1萬8千人 總數有20萬9千人 在去年10月中移民最低 歐美股市偏遠 杜瓊斯風月均指數 16859點 下跌141點 達斯特克指數4635點 下跌39點 標紅白指數 1984點 下跌5點 英國股市 6076點 下跌70點 法國股市 4393點 下跌31點 德國股市 下跌9583點 下跌139點 在外匯市場 美元對日元113 對加拿大元1.3379 對瑞士法樂0.948 歐元對美元1.1187 英鎊對美元1.4356 包圓對美元0.7437 新西蘭對美元0.667 現貨金價1265.41美元 烤其油37.31美元 下跌98% 倫敦布蘭特基油39.79美元 下跌1.200美元 登錦結由蚊出貨 潛伏期3至14天 初次感染病情一般較輕 但再感染其他血清應登錦結病毒 可能會出現重症登錦結 可任時死亡 一次感染一生都有風險 我有時被摸的咬喉 如果又不舒服 要立刻看醫生 告訴醫生自根絕的外遊記錄 上次代替請瀏覽 www.chp.gov.hk 現在是華南海域天理報告 警報 南澳以南 三里以南 香港以南 三里以南 海南到東南河岸 北北湖湾以南 居裂風 香港鄰近海域吹騰風 天理開放 一股強烈東北貴後風 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 24小時內 各區天理雨差 香港鄰近海域 吹北至東北風 6至7級 又幾陣雨 海遊大浪 南澳以南 三里以南 及香港以南 吹北至東北風 深至8級 海遊大至非常大浪 三里以南 海南到東南河岸 及北部灣熱南 吹北至東北風 6至7級 間中8級 海遊大至非常大浪 其後48小時 天理直播 吹東至東北風 6至7級 華南河岸各站 最新天的報告 華南島吹東北偏北風 5級 能見度25公里 東沙吹東北風 5級 能見度8公里 華南島吹北風 5級 澳門吹北風 4級 能見度10公里 有雨 西沙吹東北偏東風 1級 能見度25公里 現在我們整個 是初都 可能全香港的人 都是跑同一條賽道 跑馬則有分不同班 是嗎 還有跑迷地 和土耳 是呀 還有分長短功耗 那你不可能全世界 都在跑同一條賽道 你做人 不只是在行業上 有得厲害的 我經常都覺得 你怎可以當小朋友 是一部機器 即是你不問我 做完這兩個小時 接下來 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是不想出聲 是 因為你把所有精力 放在這兩個小時 然後放到車 我司機問我一件事 是 你讓我休息一下 大人 都 像我一個小孩 玩得你盡的 錢袋入你袋的 遊戲人生針的 數字枉的 一語重定 雷霆百發一 我又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不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結果 就是 協勝協豐股東大會 通過三億王 借給中國文化入戶亞視 繼續他的營運 協勝協豐日後 可以攤分亞視節目的 日利的百分之五十 這些日利 從何而來的呢 電話裡 有亞視欠身關注了 召集人 曾憲國 我們最重要是一些欠身問題 大致看 正數 可能 或者是穩定 據我所知 協勝 要公佈三億 而是 拿來 買回 王政的債務 其實不是 我們打算 來出糧 又引起一些 我心裏的氣氛 之前有一次買 原來那些糧 又出不完 然後 主持了三億 整三億 原來那些糧 都是處理不到的 但是 欠身不僅止亞視的員工 因為 其實亞視還有一些工作 是外判出來的 譬如什麼 就是那個配音組 電話接通了配音的朋友 是譚淑英 14年欠我們身 我們追蹤到14年9月 去到15年10月中 她說 現在有大公式 是9月29日會出現 全部會 新片 新戲 還有賣完廣告 是很Hit的片來的 紙牌屋 賣完廣告了 叫我們做的時候 當然買了 後來我再了解 原來她的片 根本沒有錢去買 我要借這個品牌 跟配音員說聲 真的很抱歉 而且我很內疚 公義為先的 一語中的的 三載人民中的 楊樂生 陳之雲 陳聰的 載晴朗的一天 出發 是 有壓力的大時代 爆出兩位主持,在深宵時分,月光之下, 喝著你,哄你睡覺。 人見人愛車見車,再都不足以形容她的美。 美貌與智慧,她兩樣,都不知算不算她的美。 自稱美女為梅小慧。 嗯,我在這裡。 馬粒只是一個掩飾, 稀虛的外表底下,她愛喝人,更愛給人喝。 名副其實的香港康南,KennyBB,烏家倫。 我要你,哄。 梅小慧,烏家倫,月光光,哄,哄,哄。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月光光,哄,哄。 好久了,你好,美女為。 今天心情好好。 好久了。 為何財經的心情證不太大? 很孤單,因為你 optim了。 那你的心情郊不太太太。